我們看這題 這題他說 漢漢與妹妹玩猜拳遊戲 首先在地上畫一條束線 且其束線的一個單位長度50公分 一個單位長度50公分 然後漢漢站在護山的位置 妹妹站在巴的位置 總共距離11個單位 遊戲規則是贏的人向右移動兩單位 贏的人向右移動兩單位 輸的人向左移動一個單位 也就是一次拆選的話 他會遠離或靠近三個單位 而且一定要分出勝負 如果連續拆五次 連續拆五次 結果漢漢贏了四次 然後呢 妹妹贏了一次 就漢漢的話 他贏了四次 輸了一次 那一個四次輸了一次的話 他總共競贏多少 競贏三次 那每一次和他一一次的話 他就跟什麼呢 跟妹妹靠近三個單位 那現在的話呢 他競贏三次的話 所以總共靠近了幾次呢 每一次靠近三個單位 靠近三次 所以靠近了九個單位 那九個單位的話 那九個單位的話 現在呢 他原來是距離十一個單位 他靠近九個單位 結果剩下什麼呢 距離就兩個單位 這兩個單位距離多少 就是一公尺 就是一百公分 就五十公分嘛 乘以二 所以是一百公分 距離一百公分 好者兩人最後相距多少 相距一百公分 就一公尺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A 好者兩人一公尺